民眾踏上公車 過卡 看著車門關閉 往前開 這是通勤族日常 沒想到台中卻有名南大生搭公車 居然被車門夾住背包 他人身體還在車外 被拖行2到3公尺 事發在5月7日晚間7點49分 當時一名許姓南大生 在台中悟封亞洲大學公車站牌 發現243路公車提早一分鐘出發 他趕緊把腿追趕 結果被車門夾住 慘遭拖行 他直呼感覺人生跑馬燈 已經開始跑了 實在驚險又誇張 而他說前一天這台車也提早發車 他懷疑是自己投訴後遭司機報復 實際回到南大生搭車地點 台中客運其他司機 指出他們車輛其實都有防夾裝置 除了防夾裝置 司機也能透過車上的行車影像螢幕 以及照後鏡確認是否乘客 都有安全上下車 那大生被車門夾住 差點出事 幸好沒有受傷 真的嚇壞 司機得檢討 多點謹慎 記者楊生王是韓台中 採訪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